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育儿分享 那在我女儿四岁的时候啊 和她爸爸之间有一个很奇怪的互动 当我先生回来的时候呢 我女儿往往是 不要你,把爸爸丢出去 就表现出这种很排斥的状态 搞到后来我先生就问我 是不是因为我工作太久了 所以老大讨厌我 那我就跟我先生说 你放心,他不是讨厌你 他越是说他不要你 你就越不能够放弃 你就盯着他,告诉他你要抱抱他 保证他会让你和你玩 那后来我老公他就这样子做了 果不其然,经过两三分钟的 我不要你,我讨厌你 接下来就是父女两个人打到一起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来聊一聊 你家孩子有没有发生过 类似口识心悲的状况 或者说我们做大人的 有没有学会通过孩子的语言 了解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 其实很多时候呢 小朋友他们故意表现出行为乖张 甚至是惹你生气 都不是他们真实的想法 就比如说我女儿 对于他来说 他是觉得爸爸在外面工作了那么久 都没有回来陪他 可是他等爸爸等的好辛苦 所以等到爸爸回来了 他就想要惩罚他 谁让你工作那么久不陪我的 他会通过这个方式 其实正是因为他非常非常喜欢爸爸 但是他们没有学会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所以他们有可能就会通过 我不要你呀我讨厌你呀之类的去表达心中的不满 那如果这个时候爸爸他也觉得很委屈 他也觉得说我外面工作一天了 我还回来被你讨厌 那就算了我不理你了 那就完了 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 往往是断裂 重新连接 再断裂 再连接 往往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当父亲到外面去工作的时候 他和女儿之间的情感关系就断裂了 那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女儿没有学会怎么样子去重新建立这个连接 如果爸爸在那个时候也生气的放弃了 那他和女儿之间的误会 就会随着时间的拉长而变得越来越厉害 所以呢 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 他也跟你说我讨厌你呀 我不喜欢你之类的 你要想一想 有可能孩子真正想说的是 我好想你哦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你可不可以抱抱我 那在游戏力这本书里面呢 作者他就有说到一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还蛮好的 他的原话是 打开孤独之门的关键 就在于把他的表面攻击 翻译成建立连接的内心请求 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说 小朋友他们说一些言语来攻击你 惹你生气 有可能正是他们希望和你得到一个连接 那如果他们不会正确的表达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好好的引导呢 不要随便对你的孩子生气 说他不懂礼貌 很多时候孩子不懂礼貌 背后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对你有着 努力的爱呀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可以更多体会孩子语言背后的真实心理需求 那拜拜